同学早安了,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我们这门课弹性力学 基本上是固立组,研究所固立组 最基础的一个科目 OK,本身最基础的一个科目 那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的我叫钱志回 然后你们现在办公室是4049 4049就是四楼 楼上四楼,对面四楼最右边的那一间 楼梯转角一上来的第一间 第一间,那这上面有我的分机 还有我的手机号码跟我的email 那这一幕上显示的就是我所有的联络方式 本身联络方式 各位要找我的话 透过手机,email,分机 基本都可以找到我 那我们本身呢,这个上课的时间 就每个礼拜五早上9点10分到12点 然后下面呢,公布的是我的office hour OK,基本上原则office hour是每个礼拜一 每个礼拜一的11点到1点 跟每个礼拜五的12,就这个下课以后 12点到2点 但是这不表示各位只能在这个时间找我 我基本上我礼拜二,我礼拜二,礼拜四通常不在学校 所以我一三五都会在学校 那除了礼拜一下午有课,跟礼拜五上午有课以外 剩下的时间各位有问题都可以找我 如果说你们不怕扑空的话 想找我就直接敲办公室门口 我只要有空一定可以跟各位谈 不管是有问题,不管是这门课的问题或其他任何的问题 或者你们怕扑空的话就可以先用手机或email跟我先约时间 如果你们想要来的时间我不空 我也会马上跟你们约其他的 我也会跟你们约其他的时间 OK,那基本上这一门课 通常如果说你们问你们学长的话 大家他们都会告诉你这门课稍微比加可能会要花一些时间 因为有些观念可能是各位以前没碰过的 所以我先强调一下 有问题上课的时候就可以举手发问 不见得一定要等到下课 那当然下课的时候或剩下的其他时间 有问题我都非常鼓励各位同学来问 由于这是前面一两章 特别是第一章 等一下我们会跟各位介绍 因为第一章我们会跟各位介绍一个大部分的同学 没有学过的数学 可是我们会用这个数学方法来解释这一面 因为你们学到很多文章也是用这种方法在写 有关固体力学的一些问题 但因为对各位知心的 所以我再强调一下 上课随随随地可以来问 也欢迎各位同学和客户来问 要先把第一章的观念弄清楚 你们后面才比较容易了解 否则话很容易越上越上越糊涂 如果上课有问题的时候 麻烦举手之后投资发声一下 老师最近眼睛视力不是很好 你们有时候同学举手我不见得看得很清楚 所以有问题的话麻烦直接发声 在我们讲课程大纲以前 我们先把整个的固体力学 固力组的一些有关力学的课程的差异 跟各位先介绍一下 第一点我们先说什么是力学 mechanics 基本上力学我们就是讨论 当一个物件受到外力负载的时候 它的反应 这个就是力学 然后针对物件本身来讲 针对物件本身来讲 它并不限于固体 包括流体也算 液体气体也算 也就等于受到外力负载的 这个物体可能是固体 也可能是液体 也可能是气体 然后在固体里面 我们也会考虑到两种 一种是我们会考虑 是把物体的变形 受到外力负载一定会有变形 一种是把物体的变形 我们会考虑进去 另外一种 我们把它叫做rigible body 也就是所谓的钢体 如果我们说这个物体 把它当做是一个rigible body 也就是说我们不考虑 这个物体的变形 不考虑这个问题变形 如果我们不考虑 这个物体的变形的时候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钢体 那就是各位当初在大学部 所学到的近力学跟动力学 不考虑它的变形 只考虑它的静止或运动状态 那如果考虑到变形的话 也有可能是在静止或运动状态 所以我们就要考虑到变形 这个是所谓我们讲的物体 那所谓的外来负载呢 就包括了给的可能是外力 可能给的是一个couple 就是力矩 OK 也有可能给的是压力 也有可能给的是一个位移量 就是一个物体固定 我给它一个位移量 取代外力 或者是温度变化等等 都可能会造成物体的变形 那我们说的 说力学是讨论一个物件 受到外来负载时候反应 这个反应就包括了 可能是看它是在静止状态 静止状态时候的问题 或者是运动状态时候的问题 然后包括了要找到它的位移 或是应力 或是应变等等 这个就是力学 OK 坚强的力学就是这样子 那力学我们一般会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所谓的古典力学 一个是叫做量子力学 古典力学是以刘顿力学 刘顿的三大运动定律 跟万有引力定律为基础 所发展出来的 它的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 你们在大学部的学到的 应用力学 材料力学 流体力学 基本上都是 因为它本身 刘顿力学所对应的物体 基本上不会太小 也就是它是属于处理 比较红聚观的问题 而且刘顿力学 所对应的这个物质 如果它有在运动的话 它的速度都速率 一定是远小于光速 那量子力学 是最近这些人开发出来的 是依据爱因斯坦的 下对论为基础 所推导出来的 它的特点就是 所处理的物质 一定非常小 都是属于原子分子那种等级 而且它的速率会接近光速 那我们这个弹性 我们一般讲的力学 指的都是古典力学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弹性力学 也是一样 也就是我们不考虑到 非常非常小的物 就奈米等级的那种物质 OK 不考虑奈米等级的那个物质 弹性力学可以用在 奈米可以用在一般的物质 也可以用在奈米等级 但是用在宏观跟围观的时候 它很多方子是有点不一样的 OK 会有点点不一样 好 那时候我们先告这什么叫做力学 那我们讲的 谈到力学的时候 它的反应有分成在静态的 还是动态的 如果我们谈到的是所谓的static 是静态的 我们基本上依据的就是 所谓的平衡方程式 也就是刘顿的第一运动定律 OK 当一个物质受到了外力 何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物质会静止不动 或是以等数率做直线运动 所以我们考虑的是平衡方程式 只是这个平衡方程式 因为我们所谈的问题不同 会有所差异 基本上你们在应用力学学到 就是F等于MA 那我们在这边呢 因为有考虑到变形 我们会告诉 我们在正门课会告诉各位 在有弹性有物体 有变形的状况之下 它本身的平衡方程式 等于什么 也是从sumationF等于MA 导出来的 但是最后呢 会变成一个偏微分方程式 是偏微分方程式 然后如果是静态的问题的话 我不管是外力 或是我们的反应 就是应力应变等等 就都是方形off坐标 就是位置 我们有许多知道是一个工作坚 外力作用在工作坚上的什么位置 然后工作坚上的任何一个位置 它的位 以固定来讲 我们可以的就是它的位移 应变跟引力等等 那如果是属于动态的问题的话 就是静态的问题 平衡方程式就是sumationF等于0 我讲应该是sumationF等于0 不是等于MA 抱歉 动态的话呢 那用的就是所谓的运动方程式 也就是sumationF等于MA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考虑到物体的变形问题 而不是钢体的话 这个sumationF等于MA 会推导 最后会变成 也是个平衡分方程式 而在这种问题里面的话 多了一个参数 就是时间 也就是外力 跟它的反应 除了方形off位置以外 还方形off时间 这个就是 这个是所谓的静态 跟动态上的差异 OK 就以力量来讲好了 一个是functionofxyz 一个是functionofxyz 还有一个时间 静态动态的差别 本身就在这 那我们这一门课程 主要是以static 还是以静态学的 弹性力学为主 OK 动态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各位 它会在别的问题上面 它本身会在别的 别的那个 课程上面出现 一般弹性力学 我们讨论的都是静态问题 OK 好 第二个 我们跟各位先 应该我们先介绍一下 我们解固体力学 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要解决一个实际上的物理问题 实际上的物理问题 通常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做实验 OK 第一种是做实验 第二种呢 第二类 事实上是最后的 就是你们像同学在上的 像有训人士玩的一类 利用数值解析的方法 来解决问题 那最传统最早的一类 就是什么呢 基本上最早来讲 因为没有电脑 而且做实验呢 不是人人都做得起 做实验有时候 牵扯到设备跟材料 设备跟材料 就牵扯到经费 所以不见得是人人都办得到 所以最早来讲呢 我们解决问题 就是所谓用解析的方法 也就是一支笔 一张纸 那那支笔一张纸呢 就像我们讲的 我们解决问题呢 我们最基础的就是 要列出government equation 所谓的统一方程式 以及边界条件 OK 我们本身就是要列出 government equation 以及边界条件 那我们这一门课 我们也告诉 那接着实际的物理问题 不管哪一类的 固理流利的都一样 它的government equation 通常都是一个PDE 都是PDE 都是平文方程式 然后边界条件 通常也不见得好看 然后我们是 你自己有观念对 你就可以练出 统一方程式 跟边界条件 然后能不能解得出 这个方程式 就是靠你们的公述程度 就是靠公述程度 那就成了公述数学的问题 那当然现在 对各位同学来讲 好消息就是 你列出了平文方程式 跟边界条件 你不会解 你公述没有那么好 解不出来也没关 有时候解不出来 也不是你公述好不好的问题 它真的很难解 那我们现在就有所谓的 数值解析的方法 可以帮助你 把这些方程式给解出来 但是不管怎么讲 最传统 我们讲最传统的第一步 就是针对一个物理问题 你要能够列得出 它的方程式 跟边界条件 那我也强调 我们的这门课 重点 不再告诉各位 怎么解各种问题 听清楚 不是在告诉各位 怎么解各种问题 也就是说 不是要你们花很大的功夫 在数学上 我们的重点 是在告诉各位 如果你碰到了一个弹性力学的问题 你怎么样子列出 适当的 Government Equation 跟边界条件 我们的重点 是在教导这些 基本的观念 以及利用你们所学到的观念 针对任何的固体力学问题 你们列得出 它相关的 Government Equation 跟它的边界条件 以及在某种状况下 怎么做各种样子的解化 这是我们这门课的问题 这是我们这门课的重点 我们这门课不会强调告诉各位 方程式列出来以后 怎么解它的答案 基本上 我们会碰到这个的例子不多 我们主要是要告诉各位 那个观念 而不再解题 这是我们要先说明一下的 那基本的 在固体力学上面 我们基本的Government Equation 我们有15个 那我们会慢慢的教给各位 第一组 我是指弹性力学女 事实上也不只弹性力学 就固体力学 第一组 就是应变跟位移的关系式 这种方程式 有六个 应变跟位移 Option指的是应变 U指的是位移 这只是老师偷懒的写法 第二组 就是力 F跟四个码 就是外力 跟本身的应力 它的之间的关系式 也就是所谓的平衡方程式 这个有三个 这个有三个 平衡方程式 第一类跟第二类 这两种 基本上 都是偏微分方程式 为什么是偏微分方程式 我们已经讲我们属于净力学 可是这些外力跟反应 都是function of XYZ 所以它就会变成偏微分方程式 你可能对X偏微分 对Y偏微分 对Z偏微分 这个就有九个了 第三组 government equation 就是应力跟应变的关系式 我们叫做constitutive 那个relations 那中文有能翻成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翻呢 叫本购 如果这里面有时看到 中文写法叫本购方程式 就是constitutive relations 基本上本购方程式 指的就是应力跟应变的关系式 那第三组 基本上倒是普通的代数方程式 不是微分方程式 可它连接了应力跟应变的关系 而且第三类 这个方程式也有六个 那它是跟材料性质有关 不同的材料 它就有不同的 本身呢 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形式 所以我们 你们可以先这样子像 一个工作件 我收到了外力 从应力 外力跟应力的平衡方程式 我们好像可以了解 应力等于多少 知道了应力的话 从这个constitutive 本购方程式 我就可以知道应变 从应变呢 知道了应变 我们从第一类 我就可以得到位移 那真正的反应 我应力应变 位移就通通都知道了 所以这15个方程式 等于是连力方程式 那我解什么呢 也是解15个位置数 其中 哪15个位置数 三个是位移 xyz 三个方向的位移量 第二个 有六个应变 你们才能学习个应变 所以yxx xxyz 还有三个减应变 以及呢 六个应变 三个正应变 三个减应变 合起来刚好15个 所以固体力学 基本上就是 建立起 这15个government欲训 然后配合边界条件 解15个位置数 这是基本上的解法 那我们这门课 主要就是告诉各位 这15个government欲训 是些什么 实际的exact 以及使用它是注意的 目的 以及在这些方程式 出现时候的 某些假设等等 那我们再回到第三个 这个本购方程式 阴力跟应变 我刚才说它跟材料有关 事实上 它有相关相当多的差别 第一个 如果说是弹性状态 那你们大家都知道 最基本的虎科定律 Sigma等于E E 所谓的弹性状态指的就是 它不会产生 在受到的外力 不会使物件产生永久变形 这各位应该是熟悉的 接着呢 那是一种 那个应力应变关系是 可是材料中有 第二类 那个plastic estate 也就等于是在塑形状态 所谓的塑形状态指的就是 我的外力 大到 当外力 那个release以后 这个物件会产生永久变形 这就是所谓塑形状态 当一个物件受到外力 达到塑形状态的时候 它应力应变的关系是 就会不一样了 这是你们晓得的 也就是你们看到了材料曲线的 后面的那一段 这是两种更为比较熟悉的 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种 不同的材料特性 像第三个 Visco Elastic State Visco Visco就所谓的连质性 所谓的Visco Elastic 指的就是 它会跟时间有关 也就是说 如果这是我一个材料 一个材料 我给它私人外力 在弹性状态 那我手松开 它马上就会回复原形 它会很快 就像弹簧 可是如果我这个材料 是属于Visco Elastic的材料 属于Visco 连质性的材料 这个Visco Elastic就叫所谓的连弹 也有这一类的课 连弹力学 但这个比较 一般比较少开 可是也有 如果是Visco 意思是指的什么呢 我把这个材子一拉 手一松 它会回复到原来的状态 但是它会慢慢地 回到原来的状态 它不会很快 它会有一个时间 也就是说中间 有一个阻力 登品存在 这就是Visco 它会慢慢地恢复 那Visco Plastic也是一样 因为你们知道 就算是材料达到塑性区 你Loading离开以后 它也会复原一点点 只是不会完全复原 所以Visco Plastic也是 它会慢慢地复原一点 但也不会完全复原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口香糖 你把口香糖搅一搅拉开 它就会慢慢地回去 回去一部分 这种就是一种Visco Plastic OK 是不是跟各位说一下 然后呢 再下面 还有一种就是最常用的 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跟一般 普通的金属材料 对不起 喂 你起来了 好吧 我跟你讲 什么 讲大声点 好了 记得吧 两件事把垃圾倒一下 以及把桌上面包冰起来 吐司 拜拜 3332111 拜拜 OK 复合材料 跟金属材料最大的差异就是 复合材料是属于一种质量会比较轻 它是一种合成的 等于是合成的 它有点像是 在一个基底里面 它有点像钢筋水泥 就是某种复合材料 一个水里面塞了个钢筋 它也就等于是在一个基底里面塞入了各种各种不同材料的纤维 那精油适当的搭配组成 它的特色是质量轻 但是质量比一般的金属都轻 但是强度不会比一般的金属差 有的时候你配的好 你还会比一般的金属强 这种就是复合材料 然后复合材料 它的材料现在跟一般金属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一般的金属都是等向性 As a tropical 它的材料性是等向性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一块是一个一般的金属 我在这个方向拉 我的硬力跟硬变的比值 跟这个方向拉 硬力硬变的比值是一样的 可是复合材料最大的特色 因为它里面的组成就是 它不是一整块 它是一个合成的东西 所以它很大的特色是 复合材料的硬力硬变的关系 这是非等向性 也就是我在这个方向拉 你要得到的那个Yance modulus 1 跟这个方向拉 通常是不一样的 是非等向 因此复合材料的材料性质 复合材料的材料性质 那个材料关系的本购方程是 越比一般金属的要复杂的多 那我们在这一门课 我们到时候会慢 我们会从最复杂的 给各位简化到最简单的 OK 这是所谓的 这是复合材料的 那像我们刚刚讲的Visco的 就是材料性质 方程是你们会出现时间的 本身的时间的函数 还有另外呢 Crip Crip C-R-E-E-P 我们中文叫做潜变 这是一种材料特性 它是什么呢 假定某一个材料 这个Sigma Apio 本来这是我这个材料 本来这是我这个材料性质 在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材料 我现在是在高温之下 我是在高温 你们听说这有两种 第一种 这是常温的 那一般来讲 尤其是金属材料 如果是在高温 不同的温度 就会有不同的材料性质 这是常温 比如说25度C 如果是到200度C 它可能材料性质 就会变成这样子 就会变成这样子 这是会不一样的 所以各位同学 你们将来做研究 如果你们的论文里面 是跟温度有关的话 你们要知道 要查 如果是有不同的 适当温度的时候 你们要找到 Yang S-Margles 或是江湖强度 你们是要知道 要去找不同温度的 那很多不同温度的材料性质 你们在网路上找得到 但有一些很难找 甚至可能找不到 好 那什么叫潜变呢 是假设我现在 是在200度C的温度之下操作 就是这个工作件 就是操作的环境 就是在200度C 所以一开始在200度C的时候 它已经是这一条曲线了 可是还不只是如此 你如果在200度C 它操作过了一年 你再把这个试骗拿来做实验 你会发现 它变成 还在200度C 它已经变成这样子 强度变得更差 这个就叫做潜变 也就是说 我的硬力硬变的关系是 会随着温度 在同一个 你不要 这两个相比 是不同的温度 这个相比 是在同一个温度下 不同的时间 时间太久 OK 时间太久 它就强度会变化 这种就叫做creep 叫做潜变 这个是如果 你在研究的东西 是一直处于高温环境之下 要注意 我要强度这次两回事 一个是任何材料 在不同的温度 就会有不同的材料系数 那是一点 但是非常多的材料 在同样的一个 高温环境之下 操作时 就受力的时间太久 够长的时候 它的强度会变 这个潜变问题 是通常在 核能电厂最care的 因为核能电厂 就是一个材料 是在长期 在高温环境之下操作 那这个危险是什么 如果你当初设计的时候 疏忽了 你只知道它是200度C 你就用这个强度来设计 结果过了一年以后 它材料强度自动变到这个 所以你觉得 没有什么事的时候 它就坏掉了 因为它的强度 已经低于你当初的设计强度 所以在高温环境之下 你要考虑到的不是这条线 你可能要考虑到的是这条线 这是一个 那类似的叫 Stress Relaxation 我们这个叫做 硬力疏解 Stress Relaxation 所谓的 Stress Relaxation 硬力疏解是一直指的什么 天前面的类似 那它这样指的就不是在高温 就是不是在高温环境 你一个工作键 你一个杆子 你一直给它一个拉力 不要松 过了一年以后 你再把这根杆子拿去测试 你会发现它的强度 它的强度也变低了 这种就是 这种就是 Stress Relaxation 也就是说在受到硬力 长时间受到硬力状态之下 长时间受到硬力状态之下 这个材料性质会变化 OK 那当然最后还有 我们讲的 Isotropical等象性 跟非等象性的区别 这些都会影响到 我们第三组的 Government Equation 硬力因变的关系 硬力因变的关系 那好消息是 弹性力学 是所有这里面最单纯 它的弹性 就是在弹性区域里面 所有这个里面 硬力因变的关系 是最简单的一种 其他任何一种状态 都比弹力的要啰嗦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Government Equation 那我们所谓的 边界条件分两类 一类叫做Traction 就是给外力的边界条件 一类叫做Displacement 就是给位移的边界条件 给位移的边界条件 OK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边界条件指的就是 我们所讨论的这个物体 它的所有在外面的 它的边界 包含这物体的周围 任何一个位置 我们要给它一个 事先设定的条件 以这个最简单的 这是一个悬壁梁 OK 悬壁梁 我们在这边给外力 比如说我这边给一个 那对这个来讲 这个边界来讲 这个就是叫做Traction 就是外力边界 因为我告诉你 外力等于什么 那这两边呢 那这两边呢 我们先谈这边 这边我们知道位移量等于0 说这边比如说是UX等于0 其他我不写 写一个 这个那这边给的就是位移的边界条件 好 还有一点 那这两边呢 有没有边界条件 有 它也是外力边界条件 什么样的外力条件 它说外力等于0 所以以这个梁来讲 这三边都叫外力边界条件 这边叫位移边界条件 当你们在设定一个物件 因为你们知道解PD一定要有边界条件 没有边界条件就甭解了 可是这个设定边界条件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一定要记得 任何一个边界 不是外力边界条件 就是位移边界条件 但是不能同时有外力 跟位移边界条件 因为这些都是已知 你如果说 你同时给外力跟位移 以这边来讲 你给了外力 又告诉他位移 除非你已经知道答案 否则怎么知道 你的位移量是对的 所以记得 设定边界条件的时候 不是设定外力边界条件 traction 事实上我们家设定的都是应力 就是设定位移边界条件 但是绝对不能两个都给 绝对不能两个都给 这边在我们家 你就先请各位 我们主要告诉各位的 就是如何建立 government equation 追寻跟边界条件 第三个 在我们讲课程 我们先告诉各位 我们固体力学 常会碰到的几门课 它之间的一个差异 我们讲的都是研究所课程 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 elasticity elasticity 特点就是 本身指的就是 我的受力状态 是在弹性状态 就是说不会有永久 不会有永久变形 然后是连续性的变形 我们这边给各位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连续性的变形 意思 意思有一段说 我受到一个工作件的时候 我受到一个工作件的时候 它每一点 它每一点都会 原来是这个位置 我一拉 它的每一点都会到一个新的位置 但是是一对一的 这样子说 这是我们弹性力学的基础 连续变形 我们等一下 到时候第二章 我们再谈到应变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 让各位弄一下 它基本的连续变形的意思 我原来比如说有一个正方形 我受到了外力 我把它变成了一个长方形 但是原来正方形的每一个点 都会有一个新点 也就是说它们是one to one one to one 每一个旧的点 都会有一个新的位置 每一个旧的点 都会有一个新的位置 而且不会重叠 不会说这一点变形变到这边 然后这一点的变形 也变到同一个位置 不会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连续变形 就从一个物体受到外力 改变了形状 然后原来物体上的每一个指点 都会在新的物体里面 找到一个位置 而且都是独一的 不会有别的点 不会有两个点 跑到一个 也不会说原来的一个指点 变到两个位置 都不会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连续变形的意思 OK 如果说你以函数来讲的话 就所谓的一对一切 印尘的意思 反正以每一个 原来每一个指点 都会找到新的位置 不会跟人家共用 你也不会一个人有两个位置 这个就是连续变形 这个就是连续变形 Cannual Deformation 而且弹性力学 我们现在讲的是在 Static的状态 一般我们讲的都是静态的状态 那Plasticity就很明确了 也就指的是说 物体受到外力以后 它的变形状态会使它产生 永久变形 那它跟弹性力学 它也是连续变形 也是静态的 它跟弹性力学 最大的差异 就是在 本购方程式 硬力应变的关系室 因为在弹性状态 硬力跟应变是 依照虎科定律 所以是线性的 Plasticity就是非线性的 那那个就啰嗦得多 那个就啰嗦得多 这是你们最常知道的两门课 第三个我们叫Flatural Mechanics 是破坏力学 那你们仔细看 它最大的 它跟前面最大的差异 这个有弹性也有竖性的 可能最大差异 它是Discontinuous 我们所谓的破坏力学 那是在设计上 非常重要的一门课 所谓的破坏力学指的就是 我们只是举例来讲 比如说我们这边 一根杆子 我这边拉 当我力量够大 它就会开始要断 它断一定会有一个裂缝 所以破坏力学 谈到了第一个 我力量要到多大 跟这个怎么样 这边会先产生裂缝 你们不要一产生裂缝 这个材料变成就类似 这样子的形式 那这个就是一个点 变成两个位置 所以这个是非连续的变形 然后我们更有兴趣的知道是 假定这个材料 已经有一点点裂缝的话 有一点点裂缝的话 我的外力要多大 我的外力要多大 F等于多少 这个裂缝会开始延伸 会开始延伸 因为你们知道裂缝延伸 到了一个阶段 就很容易断掉了 这个就是你们比如说拿一张 不是不要拿纸 纸太容易 拿一张投影片 比如说像老师这 像这一个 这种东西 如果我要这样子撕 很难 要把它撕裂很难 老师不想撕 如果你们这边有个凹槽 你们从凹槽这边撕 容易得多 如果你从这边 用剪刀剪一个小口 比较大 一点点缝 撕下去 更容易 这个原因 跟你们最常看到 你们吃麦当劳 所有的那个番茄酱 那些 那些包 那个小包包 你们都在找什么 你们要撕开它 第一件找什么 找上面那个小缺口 你们都知道 有一个缺口 最容易 就是很容易撕断 一模一样的意思 这个就是破坏力学 在探讨的 什么样子的材料 什么样材料 受到什么样子 形式loading 因为loading 不是只有这一种 它也有弯漆氯剂 要流氯剂等等 然后这个裂缝的 尺寸有多大 然后会使这个裂缝 开始延伸 因为裂缝一开始延伸 这个整个就坏掉了 也就等于说 你通常一个工作界 有一点点裂痕 不见得一定很严重 你要评估的是 有了这个裂痕 在它继续承受的外力之下 这个裂痕会不会扩张 如果大到一个范围 那这个材料就会马上断掉 那就很严重了 这个是破坏力学 我们只大概给各位介绍一下 那跟破坏力学 很对应的一门课 叫做fatique 也就所谓的疲劳 OK 所谓的疲劳力学 疲劳力学的特色就是 我所受到loading 是cyclic loading 所谓cyclic loading 就是受到loading 是往复式的 是往复式的 像你们拔那个 一根铁丝给你们 我要你们把它拔断 当然每个同学都知道怎么拔 你会这样子用力拉断吗 大概没有一个同学会这样子干 你们一定是这样子做 这就是一种往复式的loading 因为你们自己想一想 通常也就等于是说 所谓的疲劳破坏 指的就是说 比如说某一个工作件 它本身承受的是 一个单位的外力的时候 它不会坏 你怎么样都拉不断它 可是你把这个 用这个一个单位的外力 一直用正负 就是这样子反复 就是说一个铁丝 我就这样子弯 要把它弯断很难 不管用多大力 可是如果说我是这样子弯它的话 我不要用很大的力量 就可以使它断掉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工作件 它如果承受的是单一的外力 在那个大小它不见得会坏 可是在同样的大小 但是是往复式一阵一阵的 这种loading之下的话 经过一阵子 它就会坏掉 就坏掉 你们也可以想 比如说是五个人手牵手的绑在一起 手牵手的搭在一起变成一排 然后旁边找两个人用力拉 你只是这样子用力拉 你要把那五个人给拉开 可能很难 如果两个人不是用力拉 是这样子的方式 没揽上下 那五个人的手就互相松了 那你们就 那你现在把这五个人 想成是原子 那个一个结构里面的原子的结合 类似的意思 所以往复式loading 是会使材料发生破坏 那这么疲劳力学 真正care的就是 这不见得要有裂缝 一个物体承受到往复式loading的时候 就这样子 一直上下这样子拉的时候 要多少个cycle是 它第一点会先伸出一个小裂缝 这个就叫做initiation 裂缝的诞生 然后还要经过多少cycle 这个裂缝会慢慢成长到一个crypto阶段 然后马上断掉 Pilalic探讨的就是 你什么样子的 什么样子形状的物体 什么样子的材料 受到什么样子的外力 要多少个cycle是 会使它发生裂缝 以及裂缝成长到 使它马上断掉 这就是寿命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你要忘了 我们太多的机械产品 都是动态的 汽车飞机什么都是 所以它受到的外力 基本上都是这种 psychological loading 那我们要知道 它能够用多久 用几个cycle 那就是它的寿命 所以这个也是机械上面 很重要的一门课 再下面 我们会有一个课 叫vibrations vibrations通常你们在 应用力学 振动力学会学到 一点点基础 有时候老师不见得会教 但是振动学在机械上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所谓的振动学 振动就是 也就等于讲的 当一个工作坚 也是一样 收到网复式loading的时候 这时候不是几周 而是它的频率 它的频率 你们现在这样子 我们能够很简单的 介绍一下 还是一样 假设这样子一个 选B粮 我现在这边 给它一个外力 是一个时间的函数 来回的 它的函数类似这样子 这是T 这是F 这个外力也是这样子 跟刚刚的疲劳一模一样 类似这样子的外力 可是呢 我们现在想想看 我们刚刚疲劳 只是看它那个寿命 这个来讲 就好像这样子 我一直用一个 还是这样子拍 它要往复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震波 会这样子传过来 可是任何物体 这边一定有一个边界 因此这个震波传播上 它就会反弹 它反弹有两种 有两种 我先讲极端的可能 一种呢 它反弹出来 出来的那个向位 跟这个刚好差180度 那就会抵消 可是另外一种可能呢 它反弹出来的向位 跟这个同向 那就会叠在一起 那这个震波就会变得越来越 这样子一致来回 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变得越来越严重 变得越来越严重 那就会发生 所谓的共振现象 那问题是 会不会发生共振现象 就跟一个 我们叫做 National Frequency 一个自然频率有关 而这个自然频率 基本上是 Function of 是Function of 这个材料 它本身的 这个物件本身的形状 物件本身的形状 还有跟它的 Strength 还有它的密度 任何一个物体 都有自己的共振频率 如果这个外来的频率 这个外地的频率 跟这个物体的自然频率 一样的话 或者很接近 这个物体就会发生 很严重的共振 很严重的共振行为 所以 而这个 所以呢 因此我们 Vibration 大部分都是在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 这个物体 比如说桌子的共振频率 是多少 因为你知道 任何一个物体的共振频率 你到时候 你要有外地 你就会避开它 举例来讲 这个物质 整个这种建筑 也有它的共振频率 如果 不信 你这个冷气 这个在转动 这是个外力 它有个频率 不信冷气的频率 跟我这物质频率 斗到一起 那大家就会冲出去了 因为就以为地震来了 还好在设计 有考虑到这些 OK 你就等于说 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谈Vibration 就学习 如何解决 各种设计 出来的物体 它的共振频率 是多少 那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也要知道 它的磨碳 也就是震动的行为 这个是意思说 万一发生了 因为 只要外来频率 接近了 它就会发生震动 就发生震动 只是震动的大小 那我们要知道 它的震动的磨碳 也就是等于震动的形状 会变成什么样子 因为要看它 会不会发生过度变形 这个是震动学 Vibration 本身所在谈的 那当然 也是以 一般来讲 都是以弹性力学 为基础出来的 可这个也是属于 动态的 那另外一个呢 常用的课 就是复合材料力学 那就是我刚才讲的了 它最主要的就是探讨 硬力硬变的关系式 因为它是 Unisotropical 还有一个 我们叫做 Wave Theory 波动理论 波动理论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震动 那个弹性波 类似的 也有的时候 我们就叫做 Elastic Wave Theory 叫做弹性波动理论 指的也就是 一个工作界 受到一个动态的负载 跟时间有关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波 我们从波的观念 来探讨 它那个变形什么之类的 那像波动理论 很多光学会用到 那最常用到 这个理论 很常用到一个地方 是研究地震的 因为地震就是一些震波 然后这种理论 常常会办 因为这种波在传统的时候 就是伴随着能量转移 从这会考到能量的一个转换 那还有一个课 我们信上没有开 叫做Plate and Share 叫做所谓的板壳理论 Plate是板 Share是壳 这个可以再弹心 也可以再树心 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我们先谈到壳 什么叫壳 壳跟板 基本的意思都是 我任何一个物体的厚度 比它这个面积的尺寸 要小得多 如果厚度 还是稍微大一点 我们就要板 再薄一点 就变成壳了 就变成壳了 壳指的就是厚度 非常非常的小 厚度非常非常的小 一般来讲指的是我的这个厚度 小于我这边的尺寸的十五分之一 我们就会把它叫做壳 壳也好板也好 它有个特色 就像这张纸 可以倒一口 你们仔细看 我可以让它弯 因此你们都知道弯曲就代表了解应变 这个解应变很大 可是它的正向应变大不大 这个指章有没有变很长 没有 没有 也就是说 这种东西 所谓的板壳理论 我们讨论到就是因为 这种材料的特色 它可以有很大的减应变 但是不会有很大的正应变 而且它减应变很大的时候 它还在弹性区域 那么大减应变 它并没有变到塑性 因为它的正向应变没有太大 那这是一种特殊的结构 那当然也会适应这个 也会有特 我们的纲也会做一些修改 这个是所谓的板壳理论 那还有一个就是 Summer Mechanics OK 这个如果说是纸翼 也就变成了热力学 但它不是热力学 它不是你们大上的热力学 也就等于说Summer Mechanics 我们这也是一个领域 我们探讨的就是工作间 受到温度变化的时候的反应 那最主要就是我的硬变 除了机械硬变 就是一般的外力硬变以外 还有这个Summer Strength 也就是因为温度热脏冷缩所造成的 这是一个 那最后呢 就是有限元素法 各位同学这些有在上的 它就是利用数值解析的 利用电脑 电脑的功能 然后来解决 那这个 这个我就 你们因为这些有上课 我就不再强调了 这些 我们只花一点时间跟各位介绍 只让各位了解 两个目的 第一点 我们大概的一般的顾立组 研究所的课程 主要的是有哪一些 已经让各位了解 有哪些差异 OK 有哪些 那从这边来 你们可以看出来 弹性力学是所有 几乎是所有这些课的基础 也就等于说 你在修这个每一门课以前 你都要对弹性力学要有一些些的概念 都要有一些些的概念 那解释完了这些 你让各位了解 那我们现在就告诉各位 我们这门课 我们的大致的一个大纲 第一章 我们说是介绍一种数学 第一章我们要介绍的数学是叫什么 我们叫Tensor 张亮 第一点 有没有哪位同学学过张亮的 在大学的时候 无意之中 有没有 我们就跟你讲 张亮 它是一种数学 它是一门课 它可以变成一门三学分的课 只是我们这一门 我们在这边 我们只会花三个礼拜 来做一个介绍 只会花一点点实际 做一个基本的介绍 我们介绍的是内容 是刚好适用于这个课 我们先讲说什么叫做 什么是 是这个张 一般张亮是什么 张亮是 你先回忆一下 我们物理量 第一个叫做纯量 也就是没有方向的量 像温度 第二个呢 你们学到的一个物理量 就叫做向量 它是一个有方向的量 我们一般说向量是一个有方向量 像力 或者是速度等等 因为它有方向 所以当我们谈到力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要决定什么 我们要有一个坐标系统 右手螺旋坐标系统 我要一组坐标系统 才能决定这个力 或者决定这个向量 这是一个坐标系统的 那 有没有哪个物理量 需要两个坐标系统 这两个坐标系统 不仅仅要不同 但是你就是要用两次坐标系统 要没有同学想得到 你们过去所学过物理量里面 有没有哪个物理量 要两个坐标系统的 有没有人有任何想法 好 事实上你们想说 从没听过 有 事实上有 你们大二就学到了 应力 应变 比如说解应力 TAUXY 回顾一下 TAUXY的定义是什么 是在一个受力工作键上的某一个平面上面 这个平面 因为第一个下标子的 这个平面的法线为X 所以 这是要用一次坐标系统 因为你要描述这个平面的法线 然后 作用在平面上的法线的这个外力 F 沿着Y方向的分量 然后就是这个FY 除以我们的面积 除以我们的面积 所以我为的是 作用在这个平面上的外力 沿着某一个方向的分量 我这时候要用到第二次坐标系统 所以这两个下标 分别等于是 代表你要用两个坐标系统来描述 这个就是一个物理量 要用到两个坐标系统的 那有没有物理量 要用到三个四个的人 其实也有 那什么是张量 张量事实上 就是向量 就是向量是张量的特例 张量就是讨论到任何的物理量 不管有几个坐标系统的 兼容的讨论方式 我不敢用几个坐标 兼容的讨论方式 那真正的张量还复杂得多 因为真的张量里面 第一点 它的坐标不见得一定是直角坐标 你可以考虑到曲线坐标 也就你们所知道援助坐标或求命坐标 而且它的尖论里面也不限于 一定是右手螺旋 大家可以左手螺旋 它是很落戳的 它是很尖论的 而且不管一个下标 像向量你们就知道只有一个下标 一个向量分量AX AY AZ 硬力就两个下标 它就叫二阶张量 一个下标一阶在二阶上 二阶张量有兼容的 这个就是一般 这是我们先说的张量 那我们这门课 我们讨论的很干脆 我们一开始先只限于直角坐标的描述 第二点一定是右手螺旋 我们是在这两个special case之下 给各位介绍一点张量的观念 那我们为什么要介绍张量的观念 有两个原因 第一点 因为张量在讨论的时候 它有一种 他们搞论张量的人 他们发展出一个很特殊的 一种下标写法 就一种简写的方式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们都知道 在材料力学上 硬变跟位移有六个方程式 张量它的特殊写法 它可以用一个方程式 就让你了解 这个方程式代表这六个方程式 那这种情形之下 在推导工程上就很简单 你们对我印象 有很多工程其实都很类似 但合在一起推导 就要写很多 它现在这种就是 它张量的一种特殊写法 那就是我们第一章介绍的 它可以 它那种写法就是把 我可以用一个式子 就代表了很多的量 到时候你们就了解 在推导过程会非常的简单 这是我们要跟各位介绍 张量第一个原因 但事实上有第二个 更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在推导工事的时候 我刚讲 我们最常用三种坐标系统 线性直角坐标系统 圆柱坐标系统 球面坐标系统 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等一下我们这一门课 我刚刚讲的15个Government Equation 我们这门课主要介绍的Government Equation 都是在线性直角坐标之下推导的 都是在线性直角坐标之下推导的 好 那假定你现在物体是一个球 你直接就知道 你要用线性直角坐标来处理 容易 还是用圆柱坐标 还是用球面坐标 当然用球面坐标 好 现在问题来了 那球面坐标的应变位移方程是什么 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们将来推公事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我会告诉各位 在位移量很小 应变量很小 小应变就弹性区域 我YYY是等于UY 也就是Y方向的位移量 对Y的微分 你们后来会看到这个设置 在弹性区域的应变量很小的时候 YYY等于这个 那如果我要用到的是球面坐标 你知道球面坐标是RC打Fight 那是它的三个坐标 那Fight打Fight打等于什么 你们该不会想到 我直接 你们不会想到 我直接让它很简单 把Y改成Fight打就好 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子想 这一定是错的 为什么 你们知道应变 是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这个是单位长度吗 当然不是 所以应变 这个是等于没单位的了 长度除以长度 这可变成长度除一个角度 所以一看你就知道 这一定是错的 那问题是它等于什么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直角坐标 推公式容易 可推导出公式以后 万一我要用到原柱坐标 球面坐标 我要重推一遍 那就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好 张量理论它有一个特色 它很适合做坐标转换 也就是说 我们这门 第一张要搞 主要告诉各位的就在这 我会告诉各位 当你用直角坐标 推出一个公式以后 你怎么样子很简单的 把这组公式 转成适用于球面坐标 跟原柱坐标 这个事实上是我们第一张 要叫张量最主要的目的 我们希望先让各位了解这一点 这个不只是适用于弹性力学 既然你们任何一门客公式都一样 你只要最后把你的公式 写成张量的形式 某种下标的形式 我们就会告诉各位 你们就可以很简单的 把它直接从直角坐标的公式 转成适用于原柱坐标 跟球面坐标 因为张量很重要一个观念 在坐标转换 这是我们第一 因此我们第一张 要跟各位基本张量的观念 目的是在这 我再强调一下 介绍张量 那对各位来讲是个新数学 可是它的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 用它来写方程式会审视得多 你不要同样 类似的方程式写六遍 第二个 最主要它很了解这个观念 你们将来就知道怎么样 把任何一个方程式做坐标转换 我指的坐标转换 不是直角坐标转一个角度细打 那个很简单 我们指的坐标转换 指的是圆柱坐标转到球面坐标 球面坐标转到直角坐标 类似的 可是反过来讲 第一张 我们到时候看交的状况 必要是会再多花一个礼拜也无妨 多花点时间也无妨 只是提醒各位 第一张有问题 有糊涂的地方 随时随时来找我弄清楚 你们第一张没有弄清楚 你们后面都会很痛苦 因为我从第二张开始 我都是用张量的符号在受课 然后第二张我们就跟各位介绍 那个位移量 也就是所谓的应变跟位移的关系是 这个里面我们会坚弄的 这个跟你们材料力学的方向有点不一样 事实上材料力学里面告诉你们 我的应变 你们就说应变等于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我们这个不是 我们这个会从最基本的 我们现在从一个假设一个物体 受到外力产生变形 我们从它的位移来探讨 然后从它的位移来探讨 而且呢 我们不会先假设是小变形 就变形量很大也一样 我们会从基本的位移 那一个工作室外以后 它的位移的变化 从位移的变化推导出来 应变跟位移的关系是 然后再告诉各位 如果应变量很大 跟应变量很小的时候 应变跟位移的关系是有什么不同 本身会有什么不同 也就等于是说我们第二 事实上我们第二张跟第三张 我们所推导出来的公式 尤其是第二张 不只是适用于弹性力学 它的就是任何的固体力学的课程 我们都会告个 就是最坚弱的应变位移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第三张呢 我们就跟各位介绍应力 所以第三张我们介绍应力 也就是一个工作室受到外力以后 它的因为我的应力 你们不要忘了 各点的应力都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会介绍在平衡状态之下 相应两点之间的应力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就会得到三个应力平衡方程式 得到三个应力平衡方程式 第四张我们就介绍应力 我们就介绍应力应变的关系 这也是一样 你们都知道最常见的 我们只谈等向性 最常见的等向性材料 我们的材料系数 你们都知道最常见的 一个是1 一个是poissance ratio 这是你们最常见的 还有一个最常见是G share modulus 不谈别的了 光谈这三个 中间就有个关系是 也就等于说 它只有两个是independent 你任何一个材料 你查到这三个中间的任何两个 第三个你就一定知道 材料系数只有两个 而且这是指的在弹性区域 在弹性区域里面的材料系数 那我们第四张没有那么大 我们会这次等向性 我们第四张会从最一般化的 因为你们自己想想看 就算考虑到 减硬力跟减硬变是对称的 tauxy等tauyx 我也有六个硬力components 我这边有六个硬变components 如果我硬力跟硬变的关系是 我说它是线性的话 你们一般来讲 你们都说 sigmaxx等1xxx 这是在等向性之下 最一般来讲 我只写给你们看看 sigmaxx我说这样子写 等于c1yxx 这个式子来讲 我说ini跟硬变 是呈线性 有没有人说它是错 我写的是不是一个线性方程式 是 所以如果你只说 硬力跟硬变会成线性的话 最一般的硬力硬变的线性关系是 不是只有第一项 它应该有 后面应该有六项 后面有六项 那你不要忘了 我这个硬力有六个 所以这应该有六个方程式 所以合起来这个系数 至少有三十六个 至少有三十六个 理论上 这就是考虑到方向性的了 然后因为某些对称关系 这三成可以简化成二十一个 那我们第三个就会告 二十一个指的就是 哪怕你材料具有再有方向性 再复杂的方向性 你的材料只要是在弹性范围 你的材料系数最多是二十一个 然后你假设材料 某些针对某些轴饰对称 慢慢的变成等向性 就从绝对的非等向性 会慢慢的变成了等向性 当着绝对是等向性以后 它会从二十一个简化成两个 所以我们第四章 不只是告诉各位 你们材料力学所学到的 那个简单的因应应变关系式 我们会告诉各位 怎么样从二十一个系数 它是如何依照对称的关系 最后简化成为两个 就是完全的非等向性材料 二十一个系数 会变成简化的两个等向性材料 这样子的话 你们将来就是学到复合材料 对那些材料系数关系 也会比较有点概念 因为它每个系数都是有一些关系的 有的是正应变跟正应力的关系 有的是简应变跟正应力的关系 如果是你们都以为正应力 Sigma XX 永远不会跟Epsilon XY有关 正应力不会跟简应变有关 这个观念是错的 只有在等向性材料如此 如果是非等向性材料 正应力也可能跟简应变有关 这是我们第一章谈的 因此 这二三四 就是我们这弹性力学的最基础的 OK 这边也介绍了各位 十五个Gobbing Equation 第二章有六个 第三章有三个 第四章有六个 那我们要强调就是说 我们这个里面 这三章我们介绍的观念 不是只限于弹性力学 我介绍的应该是叫一般的连续连体力学 Continual Mechanics 也就等于说我们都是先从最一般化 因为弹性跟数据最大差异 就变形量的大小 我们会先不考虑变形量 先介绍最一般化的观念 再慢慢的简化到弹性力学的范围 所以我们说我们二三四章交的观念 不管你们将来修的是什么课 都会用得到 我们从最一般化的 再慢慢简化到弹性力学上的范围 然后第五章 我们跟各位谈到了 介绍一些弹性力学里面一些能量观念 那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你们将来 你们修有限元素法的基础 有限元素法的基础 是从能量的观念而来的 我们到时候会跟各位介绍一下 也就是利用能量的观念 有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把 因为你看我们刚刚已经讲的 给我外力 我要先找到应力 找到应力 然后依照本购方法找应变 知道应变才能求位移 那我们都知道 在工程上我们最care的是什么 我们care的是应力跟位移 你们回顾一下 就算我们很少会真正问你 这个工作件收立以后 它的应变是多少 我们问的是应力是多少 或是变形量多少 所以能量法通常是直接 把食物主方针合在一起 直接找到应力跟位移的关系 这是能量法的基础 应力跟位移 使得你不要求应变 这是一种能量观念 我们到时候会跟各位介绍 第六章 我们跟介绍所谓的 7th Nights Beam Theory 这一章 一方面要介绍一些观念 还有一个人知道 这一章等于是唯一的一个练习 就是你们当作如何解 用传统的 知道边界条件以后 我们解 怎么解这个问题 怎么建立方程式 怎么建立边 然后怎么解这个问题 我们谈到的就是什么 Beam Theory 指的就是 就是我们产生率像一个Beam 我们考虑到四种Loading 一个是轴向的受力 Axial Force 第二个Bending Moment 第三个扭力矩 Talk 第四个Share Force 我们第六章分别会讨论到 一个量 受到这四种外力时候 它的最后的变形量 听起来你们说到 财产力学都学过 你们回想 你们财产力学怎么学的 轴向受力 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Bending 回顾一下 第一个条件就是 我的截面基一定要对称 否则你们的公式 Sigma等于I分之MY 不能用 我们这边要谈的 截面基没有任何限制 任何怪形都可以 Talk 更严重 Talk等于接分之TR 只是用一个状况 截面基一定要圆的 也就等于说 你们财产力学都是 Special Case 那我们这边就是Geno 我们现在要跟各位介绍的 告诉各位 它截面不见得是圆的 那Share Force 你们更清楚的 有老子甚至不教 因为Share Force的公式 根本是一个大约市值 除非那个很薄 好像一个工资粮那一类的 我们这边也是会跟各位 介绍这个一般的 这个我们只知道 因为梁是在设计上最常用到一个灵界 你受到了 你知道的那个不同的外力的结果 那依照Super Position 不管这个梁受到什么样子形式的外力 你都可以找到它的答案 那我们重点是7Nuts 为什么要说它是7Nuts Beam Theory 因为财产力学也有教过 给各位回顾一下 我们讲到最简单 一根梁承受到这个Force F 这个通常是实际状况 就是梁作用 这个力量作用在一点 那你们请问一下 这个真正的 这边的真正的边界条件是什么 你们说外力得F 我说我问你的是 硬力的边界条件 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我 这边的边界条件是 F除上A F除上A是中间这一块的 这边一漏 你们想也知道 这边的硬力都是零 这一点的硬力呢 是趋近于无穷大 因为它硬力集中 这是实际的问题 这是实际边界条件 如果我们解决PDE 告诉你这是它的边界条件 你们就昏倒了 因为我这边有硬力集中 所以这边要用所谓的 Singularity Function来做 那更痛苦 因此 三文纳斯说过这样子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我这边 现在受的是一个 均匀的压力 就是等于F除以A 这边也是一样 我不换了 Singularity讲的就是说 如果两个同样的物体 在边界手上的外力 实质上是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的外力核 跟这个的外力核 如果一样 那是很明显是一样的 那他就说 在离开边界一个区域里面 这两个答案是一样的 那就是Singularity的Principle 这个Principle没有办法证明 不能够证明 只是一个观察 但是还没有 到现在还没有人提出反证过 只要离开受力区一样 因此我们也是 我们到时候 我们解的是 我们想解的是这个问题 可是实际上我会发现 我解出来的答案呢 它的边界条件在这边是不合的 它只合这个边界条件 因为我找不出 完全符合这个边界条件的 精准答案 只能用这个 因此我们来讲 就是说这样来讲 我们也说我的答案好 在这两边不算 但至少在这一带是合适的 我们是依据这个观念 来解决第六章的 而这个观念我们讲 这个观念会在你用来写 边界条件的时候很重要 写问题的边界条件的时候很重要 这我们到时候第六章介绍的 最后第七章 那最后一章 我们跟各位介绍 所谓的平面应变 平面应力等等 在这一章 你们材料也学过了 平面应变 平面应力 但是我们这样会 跟你们想不再一样 我们这边会明确地告诉各位 平面应变 都是一个假设 这些假设依据什么的观念 而成立的 在这个假设之下 你把一个三维的问题 简化成为二维问题 那你所得到的答案 跟Exact Solution 就跟人家做实验的答案 会有什么差异 为什么会有差异 这是我们会在第一章 让各位明确了解 等于说平面应变 平面大家都知道 平面应变 平面应变就是 F1ZG等于0 平面应变就是 C1ZG等于0 所以问题也简单 那我们要让各位了解 依据什么样子的假设 你可以做这些假设 你可以假设 F1ZG等于0 OK 然后最主要的 你们要知道 我依据这个假设 我得出来答案 就一定不是正确的 那它跟Exact Solution 差在哪里 你们将来做研究 很容易用平面应变 平面应变的观念 但是如果你们同时 做实验就要答案不一样 第七章我告诉各位 至少你们会知道 如何解释 你们做出来的答案 跟实验值不一样的原因 那这就是我们的 这门的课程 主要的内容 那期末考就在第18周 1月17号 因为我基本上 我上课的观点是 我不敢进度的 我希望我讲出来的 大家都懂 所以有的地方 我会讲得比较慢 或者重复好几次 我任何一句话 重复好几次 就是对各位来讲 应该要做笔记的时候 那我们这门课 没有真正的课本 各位想买就买 不想 这次我所有 我都是用讲义 那是我自己编的 那这些都是 我讲义用的参考资料 你们不见得要买 你们想买 随便买一本 要买第一本 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第一本还 第一本我的讲义 有一大 很大的一部分 那是从这 但也不是全部 反正你们想买 自己选 不见得 我不鼓励各位 一定要买 我们是通用的是 poppoint 那下面就告诉各位 我们这个下载讲义 我这个是礼拜五的课 OK 我们这是礼拜五的课 你们下载第一点 反正进到IE 反正先潜到 国立中三大学的网页 记得国立中三大学网以后 在右上角里面会看 有一栏叫在校学生 你们就点在校学生 点进在校学生以后 在右下角这个网页 你们会看到写着网络大学 把网络大学里面 点进去以后 他要能输入账号密码 就是你们个人的选课 用的账号密码 进去以后 你们就会在荧幕看到 你们这学期所选的课 都会出现在上面 但是不会每一门课 里面都有内容 不一定 要看授课老师 有没有把他的内容 连接到网络大学 那你们就会看有一门 写着101 就是102学年度 第一学期的谈心理学 点进去 点进去以后 你们会在荧幕的这个方位 看到开始上课 那个按钮 你们点开始上课 就会看到我所有的讲义章节 那这个里面包括了三大类 事实上 第一类 应该说四类 第一行 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课程纲要的PPT档 然后过两天 因为我们这门课 有上课录影 上课录影 所以过两天 你们也会在我们上 看到我们今天的录影内容 那是第一行 就是上课大纲的PPT档 跟上课大纲的录影档 第二大类 就是Homework 我们会有 现在里面资料是空的 只有标题 我们每一次Homework 各位交来以后 我发回去 我改完发回去 还会跟各位解释一样 同时我就会把标准答案 公布在那个网路上 所以万一你们觉得 你们想要了解 因此我在解释标准答案的时候 你们也不见得要做笔记 因为那个档案 那时候已经上网了 那是Homework档案 那第三类 就是上课的教材PPT档 好 这点我提醒各位一样 总共七张 教材的PPT档 现在都已经在网路大学上面了 但是提醒各位不要太急 你们一两次以后就知道 我大概上课进度 我每次上课的进度 大概就是三十张到四十张的PPT大约 你们不要因为我 因为我那个 讲述我每次在上课以前 我都还会做一些修正 所以资料会更新 所以你们第一点 礼拜五的课提醒各位 最好是礼拜四晚上 再去下载 而且不要一直全部下载 否则有更新你就会不知道 礼拜四晚上去下载 是比较安全的 也不保证 有时候我可能到礼拜四才能改完 但至少不要太早 你们就想预习 也利用礼拜四晚上再下载 五点以后 五点以 五点以 以前下载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更新 资料没有更新 然后第三个 就是我们这会有上课录影档 我们先上课录影 比如说我们每个礼拜五的课 最晚 在下个礼拜五以前 助教会公布在网路上 会公布在网路上 如果说你们觉得 今天都听了个 这个希望各位好好的利用 因为有的时候我当场讲 你们可能听到 好像是回去加油不对 再回到网路上查一查 这个我们每一周都会有录影 每一周都会有录影 OK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 那个课程大纲的一个介绍 你没关系 这个 有的 这个 谢谢大家